今天要讲的是华言经书 常常看事情总是看到对立两面 十玄门 十玄门里面就讲到种种的 是怎么样的对立 第一个就是同时具足相应的 日夜黑白快乐不快乐 它其实是同时存在 而且互相含有互相通 就像这个大海里面一滴水 这个一滴水呢 同时就是有的咸味 和这个大海水的任何一滴一样 和这个整个大海的水一样 都含有同样的咸味 所以这样子完全没有对立 而是互相含有 再举一杯水的比喻 这一杯水呢 你可以说它是半满 也可以说它是半空 同时这杯水也可以是半满 半空 它们并不互相抵触 再说个故事 有一天 有个农夫的马 跑走了 那他邻居呢 就非常同情他 就说 哎呀你真是不幸啊 你的马都丢了 那这个农夫就说 嗯 或许 或许不是哦 那过了几天之后呢 这马回来了 还带着呢 还带着呢 其他的鸡匹马 哦 这个时候邻居呢 都叫着说 哎你马回来了 而且还带着好多其他的一起回来 真是好运 那这农夫呢 又回答说 或许 或许不是哦 结果呢 在那个礼拜的时候呢 这个农夫的儿子呢 他要训练的 回来的新马 结果呢 被摔到地 他的腿都叠断了 村人们这时候就叫着说 哎呀 你儿子啊 断了他的腿啊 这可是个大问题啊 你真是倒霉啊 那这农夫呢 又回答说 或许 或许不是哦 又过了几个礼拜 这个时候呢 军队呢 进入村里 而且呢 要招这个 所有的年轻男主呢 去入军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农夫的儿子带走 因为他的腿是断着的 这个时候朋友们都叫着说 啊 你儿子被救了 你真是幸运 那当然了 这个时候 农夫还是那一句话 或许 或许 第二个是广霞自在无爱人 怎么样不对力的 好像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电视 这个电视呢 虽然这么一个小的 可是呢 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全世界 所谓秀才不出门 能知天下 当我们今天呢 看到任何一件事 或者一个人的 一个层面而已的时候 如果 如果 之中呢 我们可以借着看到 因为那 就因为那个一层面 而了解到 其实 它有它的对立面 而且还有 这个 在世界种种各种各样的 不是就这么一个层面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超越了这种对立面 经常呢 你去上班的时候呢 在那车上啊 或地铁上的时候 大家都安安静静的 在看报纸啊 或看电脑啊 听音乐 可是呢 这个时候呢 哇 大叫 大哭 一个小男孩呢 他不停止的哭闹 而坐在他旁边的爸爸呢 不理不睬的 完全呢 也不管他 你呢 开始受不了了 大家呢 也都开始不安起来了 受不了这种哭叫 开始瞪着那个男的 希望他能够管管他的小孩子 你呢 忍不住了 你对那个男的说 你管管你的小孩子好不好 这个时候 那个男的呢 好像从梦中惊醒过来似的 他突然 抱歉 哎呀 真对不起 我 太太 刚去世 我和我儿子 刚从医院回来 你这个时候呢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这也就是呢 我们看到一事一物的时候呢 还没有办法 能够处人处地的呢 替人着想 而看到全面 对立 完全 不成立 就是好像这个灯光 在一个房间里面 放一千个灯 这一千个灯呢 他们完全不会说 哎 你的灯怎么 你的灯光怎么可以比我亮 啊 我的灯光怎么可以 比你好看 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比较 而是呢 这所有的灯呢 都互相摄入 互相的照耀 太多 并排斥对方 而是呢 互相能够相容 我们回头来看一看自己呢 就能找到一和多同时存在 例如呢 我们细胞中呢 有这个原子 原子里面 他们现在又发现到 有这个跨克 等于呢 也就是不同来回动的这个气 它并没有这个实在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人与人之中呢 其实并没有这个阻碍在中间 因为我们都是气气是相通的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密切的联系着的 如果你我呢 都是由同样的气所联系着的话 那这个我呢 是一个这个身体呢 还是我们每个的身体 这也好比呢 《论言经》里面所提到的比喻 如果呢 今天呢 我要装一个最大的容纳空气 空间的一个容器的话呢 我想我会从小的开始啊 像个杯子啊 找到一个桶子啊 找到一个大缸子 来装这个空气 来装这最大的容量 那也不知道 能容纳最多空气 最大空间的容量器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容量器 这个黑白日夜快乐不快乐 它必须要有一个才能够有对方 这其实很像这个阴阳 阴阳这个图案哦 黑的才能够有白的 没有黑的话就没有白的 水和波浪一样 水和波浪呢 它们 其实是一体的 可是我们把它分成水和波浪 人呢 有不同的角色 今天呢 同时可以是在家里是做妈妈的 是做阿姨的 然后到外面呢 又是去楼游 去运动的 然后到公司去上班的 然后他们到学校去做学生 就是我们人呢 有种种不同的角色 这个叫险去以成能 有的时候呢 它是某一层面呢 比较突出 那某一层面呢 就比较隐秘下来 可是这随时都在变之中 那在佛性里面呢 都是 还是同样的那个人 同样的那个佛性 同时具足 然后又互相夺爱 就是 不管是 其实它是 在一个围城里面 或者是一个豪端里面 就跟一个大世界是没有差的 我们这个大小的这个分别 我们这个大的小 我们同时想说 你今天说一个东西大 你就不能说它是小 对不对 可是我今天在这个上面的一个毛孔 我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大世界 怎么说呢 因为呢 我这个毛孔之中呢 有无量无数的维生菌生存在里面 对它们来说呢 我这一个毛孔呢 是一个大宇宙 我们怎么能够那么确定说 我们不就是一个维生菌 生存在某一个众生的毛孔里面 大小 并不是绝对的 西里的话呢 就是讲到说 这个樱陀罗 他在33天是天主 那那个 他在过去心的时候呢 他是个女的 他那个时候呢 就看到这个寺庙里面 有一尊佛像啊 就是破破烂烂的 他那时候很 他自己也很熟 所以他就招了他32个朋友 都是女的 32个朋友就说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佛像 给他修好吧 所以 他们就说 好啊好啊 大家就凑了一些钱 然后把这个佛像给修好 结果呢 这个来生 他们33个人 他们33个女的 都同时成了这个33天的天主 那他这个召集人呢 他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天 这个天主 33天主这个天主 那这个天主 他叫做樱陀罗 樱陀罗他有 在这个天上呢 有个网 叫做樱陀罗 这个网呢 他就像就是线这样子 这样子横过来 插过去 可是在每个这个 这个交叉的这个地方呢 他有一颗宝珠 宝珠非常的亮 那这一颗宝珠呢 他都会 就好像镜子一样 他会照到其他的宝珠 然后也反射到 其他宝珠所照射到的 所有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是照耀到多少东西 重重无尽的一种感觉 在世间的这许多这些法呢 就是反射出来 我们周遭的这个种种 就好像那个 英国罗网的那个 那个宝珠一样 我们照到的都是 我们反射到的 比如那个时候 美国和苏联是两大 超级大国的时候 美国呢 就特别的 把这个苏联呢 指定为敌人 这种敌人呢 是他自己去找来的 那所以呢 他在各个的这个 大事决定等等之中呢 都先投射 把这个苏联呢 为第一号敌人 那所以呢 这也就是借着我们所有 反射出去的这个心理呢 而能够建设到我们周遭的环境 这个脱式显法 生解门 你摘这一片叶子 你就可以了解到 哦 现在这个叶子是 这个已经是橘色的 那表示秋天来了 或者是说 看到这个 这个一只绿枝 绿芽发了 哦 看到这个 就知道说 这是春天来了 再继续了解这个佛法的 的话呢 就是看到一世一物呢 都能够更了解 他的原理 时间的比较 像庄子所说的是 是他在梦到蝴蝶呢 还是他是蝴蝶在做梦 庄子曰 习者庄周梦为蝴蝶 徐徐然蝴蝶也 自欲是智语 不知周也 愕然觉 则徐徐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 蝴蝶之梦为周语 庄子一天做梦 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 梦醒之后发现自己还是庄子 于是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梦到庄子的蝴蝶呢 还是梦到蝴蝶的庄子 一戏之梦呢 我们好像梦到说我们飞了一百年 可是谁又能说呢 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做梦 所以就是打破我们对这个时间的执着 你说时间 听这个这时间过得好慢 对不对 可是当你很投入在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觉得很愉快的时候 怎么搞的时间那么快就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时间呢 其实呢它是相对性 然后看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去面对 爱缘凝聚的能力 一个佛出世千佛互持 那也就是我们一些角色的对观 好像我现在在这边讲话 我不是永远都是这个角色 我是经常也是 好像昨天的话 我就是去听人家查 听人家讲 那这种角色呢 是随时都对换的 在对换之中我们就了解说 我们现在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护持他人 护持他人的佛性成就 然后同样的别人呢 也就护持我们 那么毗无教主 华藏子尊 言宝记之经文 不拉寒之宇宙 成成昏入叉叉圆融 十兆九万五千四十八字 一称原教大方广佛华严经 若人与两知三世一切佛 应万法界信一切为心造 以此成经功德 以此发愿功德 愿与四恩三有法界一切众生 消无事以来 尽法界虚空切无量罪够 愿与四恩三有法界一切众生 解无时以来 尽法界虚空切无量愿业 愿与四恩三有法界一切众生 即无时以来 尽法界虚空切无量福祉 同游华藏庄严海 同入菩提大道场 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 同游华藏庄严海 同入菩提大道场 游华藏庄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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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华藏庄严海